欢迎回来EBI SQL电子发票的分享平台 我们会逐步的分享更多有关电子发票的详情 EBI很荣幸的邀请到Mr. Ryan Chong 来到我们这一个平台 Ryan Chong他是SQL Accounting的官方代言人 和e-invoicing的讲师 他也是Syntax Technology的创办人和CEO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话 请你们看回之前的分享视频 以便你们对电子发票有更多的了解 听说有一个叫做综合电子发票的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电子发票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证明我们的收入 而用于我们的税务计算 同一时间它也要用于我们的消费证明 那么在某些情况里面 我们可能是不需要这个电子发票 来证明我们的消费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电子发票 可是对于商家或者供应商来说 当你不需要开电子发票给你的顾客的时候 你照样可以开一个普通的收据 或者普通的发票给你的顾客 可是在一个月结束了之后 你有7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在下个月7天里面 你需要做出一个综合电子发票 把你之前所开的所有收据或者普通发票 综合起来放在一张电子发票里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综合电子发票 而综合电子发票是需要承报给内陆税收局 做出核准 然后做出一个记录 有哪一些行业是不被允许开综合电子发票的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有7个行业是不允许开综合电子发票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得到顾客的完整资料 而开普通的电子发票 首先 汽车业不可以 航空业 还有我们的奢侈品与珠宝 建筑业 建筑材料的批发商与零售商 特许博彩和游戏 付给我们代理还有经销商的一些payment 都不允许开所谓的综合电子发票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 Bye